今天收盘上涨152点 究竟是不是要反攻了呢? 就是这些股票 抢抢棍准备要攻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婉伦 我是李佑 今天台股上涨152点 是不是要反攻了呢? 真的 很开心 今天大涨152点 对啊 可是昨天是跌350点 昨天在大跌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都感到非常的悲观 你会不会觉得很悲观? 有非常悲观那个时候 怀疑人生 因为它跌过半年线 昨天没有人敢买股票 今天大涨 就会没有感觉 而且你看到今天大反成交量多少? 2508亿 为什么? 因为涨上去又不敢买了 所以今天成交量又萎缩了 量缩 价量有点背离 大家会担心会害怕 最主要是因为恒大事件 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恒大事件 它不会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它在中国也不会扩散开来 为什么? 因为黄金 避险资产 并没有大涨 特涨 而且VIX恐慌指数 它又持续不断往下跌 这代表说事情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悲观 那么害怕 可是你看大盘 成交量从8月份开始 有没有 是 一直萎缩 对不对 代表资金量 确实比较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指数有点偏弱的时候 资金会集中化 集中到某一些特定的标的 讲白话 就是个股表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像这个中秋节前 我们跟大家讲说 中秋后 这个会挑战前高 是什么股票? 行列计划吗? 低轨道卫星 你看那火箭升空 你看台亚 我们8月23号 交流成员进场买进之后 到中秋节前横盘 有没有 结果中秋节后 连拉一根 两根 三根 今天再度创下波段新高 收盘 盘中最高是77.7 收盘收76.9 也收在最高价附近 那我想这样的股票 是不是资金都往这个方向跑了 整个新年计划就这一支 特别的强劲 再来集团股 这是哪个集团? 大同 大同宝宝 国货好吗? 大家最爱的电锅 你看大同 因为他卖电锅 是不是这么强吗? 不是 他集团作诈 这个每年年底 再来是他的经营团队 换人了 这个新人新气象 中秋节前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 大同集团 那你看 昨天大同集团爆量下跌 成交量 好可怕 40几万张 而且冲高之后 收在最低 然后又藏黑吞噬 大家都觉得完蛋 结果昨天外资 大买1.8万张 投信大买6200多张 直接低档布局 结果今天 攻上涨停板 超强的 你看大同 今天在12点的 接近12点 攻到涨停板 12点出头了 攻到涨停板 好 可是你看 在Telegram里面 盘中我们跟大家分享 我说大同 攻上去之后 下一档 是谁? 其实我们在盘中 Telegram里面 我们及时跟大家分享 12点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一个影片 一个短片 我们跟大家分享 哪一支呢? 就是2331的精英 一样是大同集团 你看有时间落差 一样是12点的时候 人家大同 已经攻到快涨停了 可是他旗下的 这家公司 精英 还在 一半不到 所以你看 如果你有看我们的TG频道 后面这一段 是不是都多赚的 好 再来你看中秋节前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分享过 很多次了 你看精英 他现在这个地方是均线纠结 大盘 跌落季线 跌落月线 跌落半年线 你自己看 他是不是很远跌倒 底部 整理完 均线纠结 刚刚要起涨而已 对不对 那再来 很多的主流股 像这个法人任养 三年一期起哄 散热 今天怎么样 创破断新高 83.3 一拳 有个漫画叫 一拳超人 有没有 真的很强 他今天又出量 带量攻击 这也是投信任养 那再来 第三代半导体 370级 超强 前面的高点 125 有没有机会突破 有没有机会 你觉得 还是要看 有机会 你就很肯定 有机会 为什么 你看下面 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 是不是波段的大量 量先架行 当然有机会 好 那再来 这个也是投信任养 一样是 这个矽晶元 好 那你仔细看一下 6182的合金 他也是投信任养 可是他这个地方 还在横盘整理 投信买一缸子 还没有动 那汉磊 动了 那我们看到 这个其他的相关的 族群 相关的股票 慢慢的一档一档 往上做发动的时候 像今天 家境也动了 那合金 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而且你可以跟着法人的脚步 来做一个布局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好的 谢谢老师的分享 那也记得加入老师的 Line A跟Telegram 台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